兄弟们,今天来捡车了 蜗牛3号,一年一捡 虽然这挂车确实好玩 但是一年一捡是少不了 捡一次也500多块钱 和一天一块多钱的捡车费 就是在这个曲港车辆检测站 就在这里,然后提前要预约 如果外地来的小伙伴尽量打电话提前预约 你就是搜这个曲港车辆检测站 就能搜出了他的电话 然后打这个电话预约就可以了 提前一天预约,什么时候能捡 当天来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 没准他也可以捡,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前车的行驶证,后车的行驶证 拿着到这小房子这里来 给他打单子就行了 然后车往这一开就不管了 然后就去里面喝茶去了 里面有修医厅 喝茶待会儿,他这个捡好了 司机开出去,钥匙就给你了 你直接交钱,走人特别死滑 现在已经非常专业了 每个地方的检测站不一样 有些地方可能要窄沟单独称重的 有些地方可能前后一起撑的 有些地方不需要撑的 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捡的 就是你的车灯光一定要好 所以说连上之后,检测之前试一下 不行的话,街头哪个位置看一下 这样的话,省到检测的时候打麻烦 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过来了 一会儿车他就会开过去了 就不需要我们了 现在是1点55分,打完单子了 然后现在车公布人已经开到这个口子了 就等着检测就行了 这是一号线 这个其实就是几个检测 灯光,刹车一些东西 称重基本上就得几项 剪完就出去了,也挺简单的 没有委屈,没有啥东西的 这就是挂车嘛 好了,现在已经到达大厅了 等着他们剪了 我们看着那个大屏幕就可以了 这屏幕就能看到我们的车 车哪去了 剪完了,在这 看到没,上门 我的车 这是11点53,安检开始,检测中 一会儿就叫完了应该 我们坐着可以发发呆 那就是检测线 剪完之后司机会把它开出来 工作人员开出来停在这个大车的位置 然后他先生证,手心的放到这边 开完单子 然后到这边付款就可以了 付款款是530左右 然后就检测完成 我们现在静等司机把车开过来捡来 这个提醒大家啊 就是之前我遇到过一次检测刹车不过的时候 可能你刹车磨损的厉害了 就需要调一下 这个调那个拉杆就可以了 拉杆调紧一点 你发现你那个手刹 挂车的手刹比较高的时候 可能就差一点了 这个时候可以把那个拉杆调短一点点 就把那个刹车调紧一些 这个时候再检就没问题了 我就遇到过那么一次 其他都检过了 看到没我们的那个车初检 外观OK了底盘OK了 下面就是准备质量了 制动了灯光了什么的 刹车检查一下就行了 车就在那里 看着特别清晰 好了 师傅把车已经开过来了 检测合格 现在时间是 2点10分 OK 1点40 2点10分 半个小时 剪完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交费 啊 上次剪是510好像 530 这次500 10块钱完美 走开车回家 这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检车的时候 带前车啊 牵引车的行驶证和你挂车的行驶证就可以了 然后还要带你检车人的这个身份证 啊就可以了 不用带那个车主的身份证 也可以检车的没问题啊 这个刚刚都是很丝滑讲过的 然后大家一定要带一个扳手 带两个扳手 两个伙伙伴的 就是可以调刹车那个扳手 万一你的刹车可能不行了 就需要调紧一些啊 你就调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房车生活